明以时为天 最早大家互相打招呼的问候 就是吃饭味 可以吃饱是一件非常开心高兴 而且是幸福的事 那我在今年的财库年呢 一直强调要不酷 要照顾 像厨房餐厅 就是我们家中的财库 厨房记得要摆放米瓮 那平常用餐的餐碗呢 也代表我们家人 每一位成员的个人财库哦 碗呢是我们生活必需品 不管是日常或者是婚庆 生殖 生迁 乔迁 新居 都是很好的正理 所以呢 我用十二生肖开运为理念 设计出和顺圆满的生肖碗 那十二生肖的碗呢 可以互相当为助力 香合 就是六合 就是万事顺遂 能够帮助我们 进财 赚财 每一款呢 都是依照十二生肖各自的 五行 本命色和相生色 来做开运设计 完整的补足生肖的能量 碗底下呢 还有四神兽 不同生肖的底下 有不同对应的四神兽 让你财气满库 也能够阔阻财路上会遇到的种种障碍 你有犯太岁吗 犯太岁的朋友 一定要用一个自己的本命碗哦 最重要的是碗底印制的元宝 和钱币的图腾 让你天天吃饭 就像捧着聚宝碗一样 米生米 柴水生柴水 每一餐都充满柴气 拿来喝汤吃泡面 Burrbun 如果你可以用自己的生肖碗来吃饭 就可以轻轻松松补足自己的本命能量 也可以准备和自己或家人形成三合或六合的生肖碗 每一天轮流使用用来吃饭或者是喝汤吃面 让我们餐餐都补足食路 引进柴水 自己就是自己的长期饭票 祝你日日都建柴 轻松富贵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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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